六王休學後才講 媽曾保證老實說就不生氣 六王話風景推薦 金曲歌王六王跟電影《機身上流》 裡男主一樣擋過家教 他考上台大但中途休學做音樂 他殘言媽媽花了一段時間才接受 我覺得我媽有小時候 跟我有一個好的默契 就是我媽跟我講說 你什麼事情不要騙我 如果你老實跟我講的話 媽答應你不生氣這樣 我怕是這樣子講 但是就是騙的我 總是會對她老實的說這樣 你會覺得自己考慮直接的嗎 對啊對啊 我會直接講 但是是做完才講 但好險休學期間 還是有見英文家教 他英文後來學的沒有很好 你的家長比較奇怪的要求 說我會一定要考來分他之類的 不會他們都 就說老師盡力就好這樣子 倒是有一個家長 煮海豚肉給我吃 我就嚇一跳 家長會透過下課 然後請你吃飯 然後來了解你這樣子 其實他們就是都 對我蠻客氣的 因為畢竟是拿著那個台大的光環 就是最接近現在的那個家教 後來家長也知道說 我要修學 然後要來弄音樂這樣子 之前呢 就並沒有覺得說 你念一念後來還不是載學 這樣才教家教的 那其實有理解到說 我英文很好這件事情 跟我不繼續念大學 這件事情是分開的 即身上流片中平負差距讓他想到 我倒是想到說我高中的時候 那時候我交一個女朋友 然後她 他們家就是爸媽是大學教授 比較高知識分子 然後我們去約會的時候 我都會想吃滷肉飯 然後那個女朋友就會想要去吃燉飯 義大利燉飯這樣 彼此也沒有對或錯 但就是 他其實也很愛我 就是會說 我陪你去吃滷肉飯這樣 但你就知道說 那個其實長大成長過程 對你的喜好 還有很多判斷價值觀都有影響 高中耶 你高中認了 還好啦 後來都不是這些原因 對不對